袁老师 各位有个逼 我们很高兴啊 能够邀请到 袁老师来跟我们做这场演讲 我想我 今天特别请工作人员 在网络上可以找到 叫做袁敏洋文学馆的这个网站 介绍给大家 那这个网站上面 资料非常多 包含了袁老师在很多地方的演讲 所以今天各位来这里 听一场演讲 其实带回去的演讲是非常多的 只要上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监听 他的演讲 包含了他在课堂上 上课讲理商演讲 文青雕龙 都非常多的人在看 所以我常常非常感动 就是袁老师把他自己 一生 所有从年轻时代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累积 那么到今天 然后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公共资产 然后让他的知识和经验 通过现代化的世卫科技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 不只是他自己的学生 所以这个 这个领培养文青雕龙 稍微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不好 这个相关的资料非常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那请给我一个 在上面的领培养教授 各位介绍的这个部分 好不好 好 嗯 我们看 我们现在拉一下 嗯 各位看这里面有一个很很简单的 介绍 非常得要的一个介绍 那 袁老师年轻的时候他也非常的辛苦 他出生在非常平补的 在嘉义的一个小乡村 啊 然后呢 自己 非常努力 奔斗 到最后一步一步 在学院里面 复断的自我的发展 到今天当然我们都知道 袁老师在 不管是庄主的这个艺术哲学 或者有关文学 包括了魏晋 南北朝 唐诗 等等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有一些 他个人的著作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他写五点书 所以他出版有五点书籍 那么现在在那个官网上 新的作品也很多 而且不断在写 不断在写 那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 印字也非常漂亮 所以在这里都被看得见 那我们看到他 他写小说 他写小说 他有 这个地方有一本 叫做龙兮之鼠子 最早的一本小说集 是现代的小说 那还有灰雲人 灰雲人 灰雲人最后一本灰雲人 应该算是一本小说吧 应该 应该是 因为那个序是我写的 哈哈哈哈 他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出过这两本小说 那他闪文那个非常精彩 但是闪文最早的就是 秋风之外 从最早的闪文秋风之外 我们就看到他 那种哲学的思考 是转化在对于生活的 智商事物的描写上面 那后来他写的那个 赏文文很多 包括那个 那个时候 好像据说是在写 博士论文的阶段 然后孩子出生 一边这个抱着孩子 一边写博士论文 还要为男的那个 非常精彩的那个过程 他自己写了一本 叫做手拿马平的男人 然后 然后智慧就是太阳人生阴梦 真实等等 这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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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专注于他们的学问 像我就是 很不够格当中一个学者 就像在大学有一个教书 像慧永老师 实在是我非常非常文章 到现代目前为止 到了这种年纪还有什么书好读的 还有什么学文好做的 但是他就是不断 最近还会有新书 马上还要出版 在台北的年经 马上要出版了一本新的书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 这个相关最近的一本人学术图围 都非常精彩 所以我想 我今天主要就是 希望各位回去 可以把这个网站 里面相关的 严根阳老师的关他的影音 谈很多学问 谈人生相关的东西 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我想我就不当务时间 非常欢迎各位今天立与 我们银岚教堂 谢谢 谢谢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董事长 佩宇教授的推崇 对我们来讲 这也是非常的无情 可以邀请到文学大师 来到银岚庆祉演讲 而且今天最难得的 故事上 金老师的文学在后面 我相信更能够让我们 可以听到老师的人生 深入哲取理事会 四五三次 邀请现场的所有的朋友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严坤洋教授 谢谢 各位乡亲 祝老兄弟姐妹们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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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从厨到鬼崩地 厨到 呃 呃 我看不到要说 呃 他的满音 武功 没有所在 呃 一九 个五花 九千万要嘛 呃 呃 我一辈子 呃 呃 演讲大概 可能 上百场就有 呃 那从来没有讲自己过了 而且讲了自己 哦 讲了就是别人 讲孔子 讲孟子 这个 这个 讲庄子 讲老子 讲 桃渊 别人 讲 雨上瓶 讲杜甫 讲 白居 那就是没有讲自己 哦 因为讲自己 好像觉得很奇怪 哦 那我们这个 于瑞唐教授 呃 要请我 他来这里做成演讲 他说哦 那假如是对我们一般 不是专业的 哦 不是专业的 就文学的 那讲专业恐怕是 嗯 不是容易听哦 哎 你就可以讲个人的生命史啊 我说我啊 我们的生命史怎么去讲 哦 那后 后来我想想 我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 哦 本省 话里面讲 有时候说人家 呃 年纪一大把 还不懂事 那我们传言说 观察到那 弄一半了 然后什么 那没办事 哦 观察专业班 那真的是 至少就四五十岁 那我今年 七十四岁 观察大概已经 假如以我们的平均寿命 八十一岁来算的话 现在我已经 观察专的六分之五了 那五了 概观论定哦 我想 也差不多了 现在一辈子活到七十幾岁 有成就跟成就 大概也无法改变了 嗯 谈谈自己 大概也还可以了 哦 所以 我就答应了 这个 我们理论的教授 哦 那今天就来 讲这个题目 哦 讲这个题目 我与我那年代的 傻孩子们 耍瓜 聪明的 人生群众 哦 对 对 现在好像 这个政府会议演讲 可以不戴口罩 所以OK 我们讲两个小时 但是很辛苦 所以我拿下来 哦 那 那 我想谈个人 也必须是 能够往上提升到一个 大家共同的 普遍的 某一些人生的 原则 可以作为彼此的参考 才有意义啦 不然的话 光讲我自己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所以 我们还是 啊 我还是放到我那个年代 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 他的存在 都会失败的关系 因此 我把它放到 我那个年代 来谈谈 在 我那个年代 的 少孩子 不是只有我一个 很多 都是少孩子 那 什么才是少孩子 等一下我们就来 这个想一想 我那个年代 是什么样的年代 哎 这样子 我们先了解一下台湾的状况 1949年开始 一直到了1987 就是戒业 整个台湾是个戒业时期 那都是从1949开始 对不起 我必须换眼镜 哦 这个就看月了 这脑子真麻烦 那台湾的社会发展 从1949年 那么一直到这个 1953 一连串的土地改革 哦 所谓的375建筑 到工地放流 耕着有捷田 那么也就是首先 稳定整个台湾的一个农业 1965 开始台湾的经济 已经相当的成长 那么逐渐 就要迈向一个 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的社会 所以1974年开始 那么蒋经国当行动院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十大建设 所谓的 为一个工商发展的社会 应该准备的一些基础建设 这个时候展开 那台湾的经济 就开始逐渐所谓的经济起飞 台湾的经济起飞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台湾的发展是 经济逐渐在放松 逐渐走向一个自由市场 大家有饭吃 而且要吃得好 那因为有饭吃 百姓才能拿门点点 可是另外一方面 政治上 简 脑袋 是要被控制的 也就是说 嘴巴 是让你吃饭的 不是让你随便讲话 你人家说话 表面就不出来 所以脑袋 必须要控制你一下 所以思想的管制 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经济放松 走向自由化 但是 这个政治思想 是严格控制 这是等于我所经历的 那个年代 但是这个社会 其实是一座 棉火山 就是暂时 不能蠢动 但是在底下 其实 那个火热的沿浆 昏归燃 那就是时机还没有到 那我们正好就是 经过那样的一个年代 那在台湾迈向 这个资本主义的共商的社会 那很清楚 你只要学科技 学这个工商器官 那当然是当头 找工作很容易 你去学人文的 读中文 读律语 读哲学 大概就准备饿肚子 所以当时候 聪明的孩子 大概就是去考 这个你知道 理工自在的科系 或者商管的科系 撒孩子们 那就是 撒撒的就去读 那个文史的科学 所以当时候分成 那个年代分成四座 我们在做有些年纪好像看起来 共和差不多 我们都建立那个年代 分成家里面 丁四座 那么甲祖是 医工的 处理科学的 医祖就是文史的 丁祖就是生物啊 医学的 丁祖 大概就是 商管的 商业的 所以 你会看到一下 我是十大工程毕业的 我那个年期 那么二十几班 只有两班是 乙兵组 其他全部是加兵组 所以 全部的孩子 聪明的 通通跑到 那个 去 走理工的 那么 走这个商管 那 那 我 大学联考 只填了 六个中文系 排队在 这个 报名的时候 被旁边的 学生看到 我 那个人不怕饿死 那好像我 去读了中文系 就 可能就会饿死 我当初来杀杀 不知道中文系 会饿死吗 就是这样 我就糊里糊土了 那就 这样就是 总上的一个 中文系 其实我们那个时代 就 生孩子 大概也不熟悉我 到了 宜兰这个地方 大概 很难过去 想念到 这个 黄尊敏 那 假如黄尊敏 到我十三岁 到我十三岁 我 我 这个 十岁 大概 这一年应该也快四季了 那我们在座 这个 黎尊教授 小我四岁 一个 世代 三十年了 那 另外 我一个 好朋友 以前在 宜兰这边 佛光大学的 小长 公工厨 他 这个 佑米 你这种就小了四岁 那我们当然 年纪有大有小 但 算起来都是同一个时代 都经历过台湾五年六年 七十年代 那时候 有的是青年 那时候的黄尊敏 有的是青年 二十几岁 三十岁 我大概在 从高中的时代 米瑞宁他们可能在小学时代 那么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年代 那所以呢 黄尊敏当然是 他是大号的撒孩子 我是中号的 那就是小号的 那这东西是小孩子 所以就会去 读这个 这个东西 那 什么 要的孩子 叫做小孩子 用个小故事 来比喻一下 这个 小名 那是口第一名 爸爸会给他五百块的 奖金 第一次够考 那就考了第一名 拿五百块 哎哟 这样就够考 就考了个第二名 他爸爸说 咦 你怎么只考第二名呢 不考第一名呢 他说 爸爸 我们班上的同学 凯文 他考第一名的时候呢 他爸爸给他两千万 所以他就跟我讲 我来考第一名 你考第二名 我分你一千万 好不好 小名说 那那好啊 那那好啊 他就欣然接受了 这个是聪明的孩子 哦 升到一千块 比五百块 要走 哦 这头脑转要快 这五孩子 适合去 从事政治 或者商业工作 哦 哎 脑筋要联活 啊 另外一个小佛啊 他一样 考第一名 爸爸给五百块 他欣然接受 从第一次段考 他就考了第一名 第二次段考 他又考了第一名 爸爸给他五百块 他想法说 哎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 凯文 他考第一名 爸爸给他两千块 他叫我考第二名就好 他给我一千块 他说我想想 还是爸爸的五百块 比较好 我觉得 让爸爸的快乐 比较重要 这个叫傻孩子 哦 那么 所谓的傻孩子 都用他支持 超过金钱利益之外的 一些坚持 不管是感情也好 不管是看不到的价值也好 他要去坚持这个 所以对于外面环境的厉害关心 他似乎傻傻的都不太清楚 那么这个就是傻孩子 傻瓜与聪明 是怎么会变 那么 这样就是傻傻 那 黄聪明 这个大号的傻孩子 他 他 当年 那么这个 也曾经在 在电台 当过其者 他出社会 除了教书 在小学 教科书之外 其实表现最优秀的 是广告 那是广告才子 他 他待过四个广告公司 那么在他那个年代 台湾的购物商 正在启飞 中小企业正在发展 广告也是正宏的行业 所以这样一个广告才子 假如 他今天 不去写小说 而 他去从事广告 搞不好他现在 那不晓得是一个大富翁啊 以他的一个聪明 以他的才子 所以傻孩子不是笨 不是 傻孩子叫吃 不是痴呆 他要吃情 吃 是不是一种执着 对他所喜欢的 他所乐意 要做的事情 他执着的去做 不管他有利益 没利益 所以洪志明当年讲 真的去从事广告业 会讲他今天已经是不惨了 但是 他对文学的那样一种 喜爱 他就是死亡那一圈 所以 就写作 但是那时候写作 编格复刊 编格复刊 编格复刊是有 有保费的 但是他后来很多小说 是在文学期刊 编格复刊 没保费的 所以 做一件事情 喜欢做 做得很好 很乐意去做 可是没钱 可是他还是继续做 甚至有段时间 失业了 他还是继续做 那你说这个少不少 当然傻 但是他差小的不少 我想他今天 不太可能 作为 做一件事情 贵乱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不可能成为一个 国际制定的一个大作家 不太可能 为整个台湾文学 留下这么大的一笔资产 所以 聪明的孩子 需要有人去做 傻孩子 也需要有人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底下 我就来 稍微谈一下 讲到我自己之前 我就来 讲几个基本的概念 一些基本的概念 人生的志业 有两条可以选择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 向外追寻 风云其会 静或消散 那么我想我就 取历史人物 抒情作为一个 典范的人物 我必须讲 台湾几十年的 中学历史的教育 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 其实就是让我们 被很多年号 被很多名词 肥水之战 赤壁之战 被这些历史人物的名词 刘邦 相语 那这个肥水之战 在哪一年发生 赤壁之战 在哪一年发生 年考的时候 把它填到 选择题 那么 我就问答题里面去 历史好像似乎 让我们 个人的生命存在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变成一种客观的知识 跟物理化学一样 这对吗 这外面是臭 历史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都是活在历史当中 我们都是存在 历史的前景当中 假如我们 没有一点历史意识 我们的生命存在 的空 时间空间 只有现在这一点的时间 现在这一点的空间 没有历史的众生 那个生命是很贫乏的 那读历史 做什么 无历史是从历史当中 去看到自己 你可以从历史去看到自己 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 在读 抒情 这个列传的时候 有没有说 抒情身上看到你自己 你在读 洋雄的列传的时候 是不是总结有点 型人物 照相对镜子转过来 可以看到自己 可以看到自己 那么才能 让你更了解 人 活着 人的存在 价值在哪里 意义在哪里 人生 有没有那些道路 我们是没走的 那否则 独历史 只是为了考试 那只是把它当作一个 客观去说 那历史就好 所以我讲 我们今天独历史 还是一样可以去看到 那像 苏晴这样一个人物 你知道 苏晴不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藏国时代 看到这个苏晴 苏晴不是一个人 台湾的社会 满街都是苏晴 你知道吗 满街都是苏晴 真的 那么这种人物是一种点型 这种类型 很多人 就像苏晴这样 那 那 洛阳人 所谓的鬼谷 现在这种奇异 那么他和张 另外有个张仪 我们所谓的河洞别的方 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傭兵的 我看他们两个人转 两个人在眼双黄 眼双黄 把当时候的张国青雄 刷的一环转 那么其实是互相在配合的 那么 向外追求很多年 到处找机会 能做打官 赚大钱 结果不得用 很贫困 回到家 兄弟 嫂少 妹妹欺欠 全国的绩效盘 你看这 我们社会不是这样 台湾社会也是这样 你有钱 你赚大钱 哇 台湾哥 你求 你在求情 这就是社会 现实世界就是这样 现实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书情 常而自上 避世不出 买手读书 决心 求取尊重 所以 把这些书 搬出来 重新再读 他找出其中一本 叫周书殷符 这本书现在怎么在 还在 叫殷符经 殷符经 或者叫太宫殷符 有人还 现在还可以专门研究这个书 那么周书殷符 到最后读通了 融会贯通 那自己还写了 揣摩 两篇 这两篇 其实就是一本书当中的两篇 那本书叫贵乌子 那贵乌子又叫书子 书情的书子 那其实就是他的著作 书情的著作 那书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当然是 或是有好证的 那么 他自认为 很重要 此可以睡当事之君 凭这一套 我就可以去游睡 当事之君 可以博取 东华富贵 这个我唱他叫书情梦 因为我们今天大学里头 很多大学生也一样都有书情梦 大学毕业以后 毕业第一年我就要赚第一桶金 第二年要赚第二桶金 那人生就是一桶金一桶金都一起来的 非常多 这个就是书情梦 他就开始游睡 周显王 这一桶金的 token 他就认为赚出我 邂闻侯 都不得待了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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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出我 因为当时候 他的宰相 是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 叫奉阳君 很不喜欢书情 说这个人为了经兆 就不喜欢他 说赵氏国就没有敢用书情 因为文宏觉得自己的国家太弱小 就不敢用书情 但是他还好 就给他一些资本 给他车满黄金顾批 让他去游说各国的中国 这个时候赵国的凤凉军落实了 书情刚起回来了 所以他就再一次到赵氏国那边去 游说赵氏国就赵氏国 非常喜欢 看他这一套 这一套是什么 合作 合作联航 就是联合其他的六个大国 去抵抗秦国 所以就给他很多钱财 那么黄金千亿 四车百成 那么这个白币百双 锦绣签署 干嘛当资本去邀约各国 来加入这个合作的行列 所以他前前后后 游说了韩宣王 魏江王 齐宣王 楚威王 六国合作抗秦 又宣传 风云其慧 所以这种人叫风云行 真的是风起零忧 风云即位 苏琴就配六国相应 全前一许 你看 一个人当六个国家的宅家子 光不光荣 太光荣 所以他回赵国负命的时候 渡过洛雅 排场向帝王出去 忠贤王 忠贤王 忠天子啊 看了都非常害怕 所以派人把他要经过的道路 修理的平平中整 或者亲自到城郊去游街他 送礼物啊 连忠天子都这样子 我想一个人得志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人太懂 兄弟姐妹 妻妾统统统趴在地上 不敢抬头 看他 当时候笑他的 这些亲戚们 那个 那么苏琴就笑着 问他嫂嫂 诶 以前为什么都有这个样子啊 前去啊 后宫啊 现在为什么都有什么空间啊 那嫂嫂很健全啊 以面眼地 把脸贴在地上卸在手 现在忌子 忌子的小厨 因为你现在浅东啊 这现实人生又如此 书琴你敢看 下面这一句话 大概是我们 各位所可以经验到的社会 就是这样 富贵者亲情畏惧 贫贱者情趣 何况众人啊 连自己的亲戚都这样穿不起 何况别人 假如我在洛阳 拥有 田地 二情 岂能 配六国相业 看起来他好像可以种田 还是 看不起种田 那种田 就涂一股饭吃啊 没有大事业啊 所以 有一份 田地 安安 我们过日子 反而没有大事业可以做 所以 所以 现在就很得意了 所以 上千金 赏赐给宗主朋友 有恩报恩 有怨报怨 这些哦 都是我 就封苏秦为武安局 这是苏秦尊 等于说 哇 只能看着什么六人见过啊 苏秦梦 成真了 果然成真哦 所以苏秦的活动策略 使得秦兵不敢 亏函古观数年 就像这一句哦 苏秦 有成就吗 叫苏秦有成就 苏秦 因为他 配六国相议 当六国产权 因为 配六国相议 当六国产权 那个明慧是可以被拿掉的 那不叫成就 总统 可以一时之间 下雨到监狱去 所以总统是可以被拿掉的 行政院的位置 随时会下海 那不叫成就 成就 成就说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有那个权力 请问你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啊 你的政绩在哪里 苏秦还是有成就的 因为 他的合中策略 使得 这 秦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 可以平平安安 安安静静过十五年 他有著作 合中之数 是他的著作 整个全球 现在那么紧张 国以国之间 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没有合中 连衡这些东西 他们有啊 美国就在搞合中了 在搞合中 合中是一种 一种政治的全国之数 就真的 这有一套的 那他揣摩 那两个片当中 其实就是 说服数 你商业上要不要说服 今天老板 派你去 跟另外一个公司 商业团判 你要说服人家 怎么跟你合作 你要不要一套 那现在当然很多是现代化 从西方搬过来 坦白讲 中国古代这一类的学问很多啦 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把它研究 拿到现代化的社会来用 否则你去把书琴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好好研究 说不定 也还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工商业社会 那么这个就是书琴 所以后来 请我用张仪 张展向 以连横的策略破坏了合作 书琴 就在赵国觉得有危险了 因为这个赵国国军 已经有点不信任他了 所以他就离开了 趕快离开 就在烟旗之间 游走来游走去 那么因为他好权魔 而且死得有亏 死得有亏 当然一个有权力的人 你不会干干净净的啦 当然死得有亏 所以就等于一个信任信用 所以大家一些国军都不敢信任他 在齐国的权力斗争当中 他被政底派人给刺杀了 那书琴的梦就破灭了 不像我们满街都是书琴 一样会做书琴的梦 书琴的梦一样会成真 但书琴的梦一样会破灭 那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书琴就破了 书琴很好 我们需不需要书琴之动的? 取啊 现实社会不可能没有政治 政治无所不在 我说只要政府是政治 商业上也是政治 两个大企业团之间的 斗产都正确 一样是个政治 一样是个权力斗争 只要这个世界有政治 有权力斗争 就一定需要书琴这种人 所以书琴是有用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人 有这样一种才能 有这样的兴趣 那么要去收书琴 非常不得 那么这是一个 它的核心价值 就是权力尊重财富 所以整个人生就是风起云涌 变成一个风云人物 我们台湾近百年来 多少风云人物 那么当然会用成为过去 但是的确 曾经在某一个阶段 它是风云人物 但是终必消杀 这是一种人生 这真的是一种人生 那么另外有一种人生 正好一个强烈的对比 向内实现自我 那我用半个字来使用众人 逃离不言 下字从习 这是古代的一句 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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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这八个字 我也把这八个字 当作自己的人生 逃离不言 逃树 里树 当然不会讲话 也不需要讲话 它只需要做一点事情 把花开到最灿烂 逃树里树 不需要说话 只要把花开到最灿烂 它的附近 就会被走出一条路出来 因为很多人 会争相到这个地方来 欣赏 陶安 欣赏里花 就叫 羊兵山的花旗 你看 那么多少人 把整个羊兵 仰德大道都塞住 所以 逃离不言 下字从习 有些人 不需要讲多少话 把自己表现到 非常的精彩 你不用去捧到自己 各地都会有人来 希望能见到你 能够拜访你 这也是一种人权 跟苏琴正老师一样 那不用像话去作曲 不用像 那 所以这个 我与羊雄来作为 一个典范人物 羊雄是专人 事与农商文业 少龙学 柏兰群集 他作为人简易舒缓 口气 我在读羊雄专的时候 一边读一边觉得 因为我怎么那么像羊雄 那读到口气 这个地方我觉得 他会 我没有口气 我口气还比羊雄好多了 所以 希望我没有口气 这一点唯一 我羊雄 沉默而好生思 清静少事欲 这文字很简单 所以我就不用附贵的解释 重要是 不积极于富贵 不积极于平贱 不妖民当去 家常不过舍金 无鱼粮之处 家里经常没有多余的粮食 但是 他还是能够平心的过日子 知恋而安命 以为君子得食之大事 因为君子人 时机到了 正好是他的时期 他就会大展他的报复 但不得时机的时候 就退赢了 来保持自己的顺便 因此 他不同意 契约 那么到最后去 提奥米诺讲的词 他这个逻辟呢 不需要吗 他处外吗 不信任你 处相吗 不信任你 你干嘛那么始终呢 你就退回来 我自己隐居的生活 不就很好吗 所以 他觉得人生就是如此 他自己的大度 非圣贤之书和土 重要是下面这一句 非其义 讲的不合他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复归不取 好慈父 悲屈也 目是马相濡 所以底下做了一堆 这些他的重点我想 就不去细念 不去念他 各位看过就好 楊勇是汉奈第一流的文学家 思想家 预生 下面这几句 非常好 用心于内 不求怪 但时人也皆无知 这个跟书情不一样 书情在当时候是风云人物 是这纳人物 那 杨朽 使大家都当当像空气一样 他可以一个人 孤独 寂寞 就这样过 但是他享受 他享受他的孤独 他享受他的寂寞 很多他可能觉得 嘲嘲嘲嘲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太一样 然而文学与思想的产品丰富 成就勇高 影响后世山岳 头领不掩 下肢成熙 这个就是这个杨朽 他连四十语 自处来由京师 受到大自满光阴的赏识报 建为朗郎子 不但类似秘书一类的官 那小官 他默默回血得道 他就整天默默地做他自己 喜欢做了诗 读他喜欢读了书 写他喜欢写的文章 那么这样 命运成毙哀毙平静三朝 同事个高僧 养小独不习惯 那么从来都没有被升官 那大概无所谓 因为他有个官 是图一股饭吃 饭吃饱了 他就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他人生观就是这样 王莽创看的时候 因为后来是靠联资 资深就转给大夫 在天都阁教书 王莽吵 受到政治斗争的事件千年 就是政治事件 就有点复杂 我就不去讲 那受到千年 差点上天 但是他跟王莽同事过 所以王莽瞭解 杨雄从来都没想到 从来这些政治的事情 他从来不管 所以 应该跟他没有关系的 那个政治斗争的事情 应该就没有关系 所以他就免罪 又把他负责为大夫 他可以进入善中 七十二岁 或是古人 活在七十二岁 已经不容易了 他的核心价值 就是道理 文化跟社会的 文化跟文学的创造 这是他的原生价值 所以他的人生 整个过程 就是逃离不远 下次成绩 那么苏琴汉 杨雄 谁是耍瓜 谁是中文 我想各位应该 就答案 但是 我不觉得 耍瓜就一定 比聪明人 聪明人 就一定比耍瓜 不是 这只是个性不一样 才能不一样 人生观 各有不同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什么人都应该要有 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 本大 各种人物都需要的 所以 我们需要 苏琴这种人 我们也需要 杨雄这种人 那问题是在 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在 我们很多人 不小心 不小心 该怎么选择自己 有时候走错路 走到四五十岁 才改变自己 又转行 又转别的地方去 快快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就有一个好朋友 他的才能很清楚 就是在人文方面 这个从以前大学时代 就在台当附近 有一个清朝的遗老 就是遗老 在讲那些经 他就到那里去听春秋 啊 左传啊 等等这些经典 明明才信就是喜欢 回去 但是 却 以当时候的一个时代 比较有出路的 这个当然都是美工 所以他还是一样 那 知识都很好 考试当然也不难啊 就 读了台大的一个 土木工程师 那么 一月之后 到东北啊 工程部门公司 去做工程师 那土木工程师 一定要晒太阳 一定在工地 带着那个 工程的安全帽 他一定跟工人在一起 工人讲话一定很粗 他会骂掌话 啊 我们这位工友 你看 哦 斯文啊 斯斯文文 讲话 这个都 妥妥贴贴的人 哦 在那个职业 工作上 待遇不错 可是整个工作的过程 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后来他 不做了 不做 自己出来开书店 啊 又 去当 杂志的总编辑 啊 甚至于等等 这个又回到 人文的 这样缅语当中 甚至也就郁经 哦 那么还成为 李登辉的 郁经的老师 哦 也许有人 一听就知道 是哪一位 哦 那 我的意思是 选择很重要 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大概 有些看起来年纪 他们都已经选择过了 人生都已经选择过了 也很难得手心选择 可是我们有子女啊 你们的子女 该怎么让他去选择人生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对不通 我 也有子女 他们的未来的人生 有时候父母亲影响很大 很多父母亲 会很强势地支配自己的孩子 你应该去读什么 比较有错误了 你那个干什么 这样才饿死了 这种父母不少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这个客气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还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子女 那么这个都可以思考案 那么这两条路 有两种领听的律许人物 你会选择哪一种 这个当然要回到自己 所以人生的选择 有什么原则 我必须强调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独一无二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 是别人可以复制的 我的人 我的人生也没有人可以复制 你的人生同样没有人可以复制 因为每个生命的存在 都独一无二 不可取代 不可复制 不可借助 很重要 不可借助 我们父母常过度借助 一个孩子的人生的历程 那么 这是不对的 那但是 有一些普遍的原则 是可以去应用的 那么 一个原则 个人 可以因应自己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财性 可以去应用 另一个原则 切切实实问求自己 我想要什么 我能做得好什么 我乐于做什么 很多人到五六十岁 对这三个问题 其实都还是不清楚 还是忙碍 已经活了五六十 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 我们台湾的教育 忠实到大学 从来很少 或者做完准备 很少的老区 帮助他们学生 让他们了解 这三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 做优教 你做的最好是哪些 你说优教 你最乐于做的是哪些 帮这个孩子去启发他 让他真正有认识自己 而且可以勇敢的肯定自己 那肯定自己很重要 肯定自己很重要 我们的教育 有这样做吗 有几个老鼠 是这样在做 所以我们有很多财分很高的孩子 坦白讲 可能是一个天才 可是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当中 被扼杀掉 很可惜 很多这种情况出现 我当年其实也是经历过这样 要不是我的老师 我想你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选择就是要很清楚 所以人的自觉 自知很重要 你要自知 自我认知 自我觉察 眼睛不是一直在望外看 眼睛要有更多时间 往内看自知 能自知 自知 自知之明 所以老子说 自知者明 知人者自知 自知者明 那多少人有自知 自知 不多 所以常常 去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事 那么第二个 自足 就是 顺全 所有的选择都要自知 不是别人支配你 别人安排你 假如你事上别人安排 那没人支配 我想这一生你大概不会过得太快乐 那顺全 很重要 顺着你自己的财献 那么素材 这个是原则 那么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就是我的会 那么底下我们也一个简单的观念 什么是成就 王帝宰相总统行政院长 会报全中的大公司 就是成就 因为我们常常用 错用成就这个词 这个词是被滥用乱用 哇 你现在在哪里做事 我在哪里做事 待遇好吗 没有怎么样 一个月三十几万而已 付入成就 待遇三十几万不是成就 拜托不是成就 不要用这种外在 可以拿得掉 今天有明天都没有的东西 能够成就 成就这个词汇是怎么用 我们重新了解一下 什么是成就 请听法国第三共和国 所带的一个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 法国的第三共和国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大概 在一九八几年 差不多十九十七的时候 那么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富豪请客 那宾客当中 那个当时的大统领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总统 最高的权力的人 就排在墨西 那因此他的秘书 就去抗议 诶 全国最大的是我们大统领啊 他应该做首席啊 你怎么给他做墨西呢 那富豪说 对不起 我们今天排座位的顺序 是依照成就 来排位置 大统领那个位置 不是成就 因为很可能明天 他就不是大统领 这我们就会见过了吗 很多总统下来 总统那个位置是在被拿下来 拿下来不拿紧 还有下狱 还有人跳 跳来自上的 总统那个位置 不是你永远会把他脱开 那不像成就吧 我们所谓成就 是指 不能够从他身上拿掉的 不能够从他身上拿掉的 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个成果 坐在手上 是一个化学家 他在化学上面的创造 那是他创造出来的 我们不能把他拿掉 所以他最有成就 诶 就当我们听到这个小故事 马上很悚然一些 我们常迷惑 一些外在的东西 以为位置很高 前台很多 就让我们非常佩服 那假如说 那个就叫成就 杜甫有没有成就 杜甫一点成就都没有 他做了这个 芝麻小官 走十里 华多斯波参军 公布院外来 根本就是一个小官 一千四百多首诗 是杜甫的财情 底下有现出来 你不可能把他一千四百多首诗 从他身上拿掉 那个叫成就 李白 女生 做了一个根本没有实权的 按理工奉 但是他一千六十几首诗 你不能把他从身上拿掉 所以他有成就 他有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做大官 不是因为他官大县长 那个什么这个部长 什么情况跟你讲 因为他官大的时候 他有成就 不是 讲他的成就 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力 有这个位置 作为他的工具 以这个工具 去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的影响 他去 在政治上很有建树 让因为他做了这个长官 所以我们大家的过得很好 使我们生活的安和乐力 所以他有成就 而不是因为他官大有成就 我们要分得清楚 什么是内在 什么是外在 所有从内在表现出来的 你去创造出来的 你去建树出来的 那个才有成就 人家加给你的那个位置 那不是成就 我想我们要把这个认识清楚 否则我们人生都可能 把很多心理放在追逐那些 泡沫 电光 石火的一些东西 可久可大的事情 我去做 电光 石火 泡沫的事情 整天 当会 心理 在做那些事情 那些往往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当做 你的人这个主调 人这个主调 都要有一个 比较长远的终极的关怀 然后去实现自我 把那些能够实现出来 那个才叫成就 所以中国历史上 有多少个皇帝 几个算是有成就 中国从皇帝开始 黄金专区第一或第二天算 一路算下来 有几个皇帝 240个 中国 240个皇帝 你去看一看 就在皇帝当中 可以说得上 他这个皇帝有点成就了 我算过 评鉴过 只有36个 他请他全部去 庸采 吃喝玩乐 他只是因为他命好 就算在蒙公民上 当着皇帝 一事无成 所以不是当做 做大官就是成就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世俗的 价值观里头 一个非常 错误的观念 那么 底下我再讲个基本观点 猎豹的狗狗 那么 我的有篇文章 就是提供猎豹的狗狗 也附在那个 讲义里面 那这个小故事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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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候我们 我有一个兄长 当地教授 两岸 避疫的一个古典式人 已经过去好几年 是我们李润腾教授的老师 李润腾 阿贝文家叫我私俗 那么这个 这个 当地教授有一次过国 这个台湾东西学界 有两个比较厉害的人物 一个是 演观养 一个是龚独城 你觉得应该是 演狗还是 共演 我们老是要搞排名 台湾最坏的就是搞排名 大学要排名 然后那个 学校里面的 成绩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这是整个学代最坏的 就是排名 千万不要 进度被排名的一个 支配的一群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 李润腾报 一开跑 就反而非常快 不是因为在跑道上 按别人塞倒 不是在比第一名 第二 那是一种内在的动力 一个人 有内在动力 他就有那样表现 那么跟谁 还有前面谁排完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我们历史上 有 出唐师姐 亡羊 母络 羊久 还觉得不服气啊 齿在 王后 可齿在王后 这个 这个之后 那么 人贵在炉前 排在炉灶里之前 觉得有点常贵 这不服气 就说了 我想对这种排名 不需要那样子 所以 列宝 跑得非常快 是他的本能啊 就是他的能力 不是为了要补赛 我们今天整个交易里头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不是怎么样的去诱发 祈祷我们孩子的内在动力 而是把他当 舵狗在训练 因为 舵狗 总是要按一个对象 舵个输赢嘛 你赢还是我赢 赢了拿奖金嘛 所以假如教育是在把学生当 他舵狗在训练这个教育是二种化一样的 台湾的教育 我怎么在讲 我在台湾教育界半生期以上 从中学教到大学 体验最深看得最清楚 整天到晚没事就在提升 竞争力 不要输在旗袍顶上 拼命教我们的孩子 不要输在旗袍顶上 你在跟谁赛袍 很奇怪的一种教育 竞争力这个智慧是很不好的社会 内在动力才对 内在动力是一种自动自发 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不是被打鞭子打 他就自己会自动自发 有重点 教育能够把一个孩子的内在动力 给激发出来 教育成功 而不是叫他们去做彼此竞争 挺上竞争力 竞争力还没有提升之前 彼此之间的关系 已经搞得非常紧张 非常恶致 有时候彼此排挤 彼此陷害 这怎么社会搞到这个地步 我想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政策 所以不要再去讲竞争力 好好的 这样我每天就有个内在动力 怎么样可能开导出来才重要 幸好我这一生对我是一只烈蚌 我真的是一只烈蚌 他会讲 我今天讲自己 我这个很历史 讲自己也说也不太好预示 我虽然真的很优秀 他不是要讲自己优秀 就看谁了 哎呀 在问题下我还是要讲 很抱歉 所以我人生的关键时刻 总有贵人出现 我人生的关键时刻 总有贵人出现 这个 诗是我生命内涵的种子 我依稀而存在 这个是很天生的 所以我必须承认 我的确天生是个诗人 那只是最后你那个天生的诗的才 有没有被人启发出来 有没有在教育体制当中被压制 被扼杀 只是差别在这里 小时候 我是在非常穷困的乡下 嘉义县东石乡 夫赖村 盐分地带 靠近海边 各位先生 吃鹅啊 吃到很好吃 鹅啊 我小时候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村落里面 那个鹅啊 我小时候吃了很多 也可能因此我蛮聪明 是因为鹅啊吃多 鹅啊是要吃 东西的鹅啊好吃 鵝的好吃 那么 冲得不得了 冲得老鼠 老鼠都找不到东西 饿死掉 没有什么课外读物 我们现在还有课外读物 多到不得了 以前我妈妈家没够读 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的 工学校 他是日据实情的工学校 就是小学 读过了课本 诶 怎么一堆书在那里 有些字也不认识 那就翻到有几页 就选了一些唐诗嘛 月落零双往天 江湖 我对求你 那有一些字还不太认识 那就问大人 啊 反而是弄通了 我就 朗读起来 很莫名其妄 一种 非常感动 那种节奏感 读起来 那种节奏音乐的节奏性 蒙蒙隆隆的那种印象 非常蒙隆的印象 不是十分了解 但是直接的感觉就是 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所以我的记忆非常好 几乎是过步步啊 过步步啊 算读两遍 我大概就可以背诵 所以就整天到了 小学放学回来 我就一路就 月落不提窗 哎 江湖你我对手没 咬我啊 你怎么请着来 我妈妈 我妈妈 你不能堂切瓜 哎 就是这样子 这一棵种子 在我们内心深处满足 是天上 对诗有直接的感应 那 有没有被发现 被发现 有被启发 被开讨 不然被发现有被打压了就完了 那我们有的孩子 绘画 绘画非常好 要被打压 这一棵子也会读 从来都这么想 赶快数学没有做好 数学作为没有做 这个国语 没有做 赶快去学 不要画画 这样子 我们很多天看就是这样子 这样被人打压 所以 正好我父母没有管我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 从那个时候 开始 我 后来才知道 当作只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 这是我设定的本能 在读初中的时候 我读的是东诗中学 在普词 中午时间 同学在睡觉 或者打打闹闹 我是跑到图书馆去 找架子上有很多 那时候的刊物 后面 或者里面 常会有登一些诗 我准备了一个脾气本 那么这样就抄了 回去 做背 这个就是内在动力 不是作业 是我喜欢 我就是会这样子 就背 就背 这样 后来 除了 我们全家刚到开背 在山谷市 有一天逛夜市 看到露灯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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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很多商业 到处他就没办法一定要吐司 不吐司他就已经会战死了 就看着吐司 就看着疯狂的做事 那时候也搞不清楚评证压运 这些都不知道 只知道诗本认绝句还是诗句 那最简单就是诗句 他用国语去压运 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诗运机场 一个是我这样做的不太好错 是 那我到了 放荡到诗帕书中 那这个有一天 我又在自己 自习的时候在看自己的做自己的诗 我一个 我老师 所以老师很重要的又在这里 那干什么 杨卫啊 我说我在做诗啊 那他给我看看 诶 那个老师看 这个诗的意思不错 我说 可是你都 评证不对啊 你压运啊 那运不是这样压啊 我说 老师又是我评证 你压我 我这样话 我明天送一本书 可能送我一本 这个作识入门 那很简单 我开口我就会了 那意思本来做得很好 我又讲到旁边一个同学 那两个人 年少少不更致 哇 就迷移在这里面 然后在师大部中 社团活动很多 我就去 这个申请成立 蓝庭 这个 蓝庭诗社 啊 还自己那时候 柯刚版 那边大人都知道一点 柯刚版 柯刚版 然后去印那个诗康 还到柯半去发 非常风骚的样子 还办演讲活动 等等 少女时代 就这样子 所以注定就是如此 那到高二的时候 我们写了自由桌器 自由桌器 那个桌器有一篮 叫自由精彩 那自由精彩就随被人写 自由精彩要干嘛 我就把我的书冲进去 就冲到里面去 那冲到里面去 这个 冲到两三次 那导师 就 是个英文老师 他是学法律的 是个律师 可是讲话 这个 像民众 所以我想他在法院以后 大概 院论大概都不会演 因为他 访问那个时候 听不懂他干什么 所以到 到师大夫中来教书 他教的是 又是英文 他会做古典师 古典师做得很好 可是他就把我叫上去 到周期的时候 教书 也会啊 你这些师哪里来 我说我自己做 那大青睛啊 因为那时候 宁光宗已经很红了 宁光宗那时候是 那个那个 师大的讲师 那也叫做明师人 明师人 大家做现代师啊 那我们一个三分顶头 土里土器 那边一个乡下的牌族 做古典师 他就说 我说 就你做了真啊 回去他来 那你下课 到我宿舍来 所以我那天四点钟放学 我就到那宿舍 我说 这个老公 你这个老公 年纪大概 应该差不多十几岁了 十几岁的年纪 做雪茄 会到这书房里头 到那个宿舍里面 啊里面乱七八糟 乱乱 然后 雕了雪茄 雪茄 会做得不得了 那你做下来 我也这样 你文学上 非常有天分 你就不知道 我说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喜欢 博文课 我博文几乎是 都考全班正方 然后那个 像季媚文啊 季学文 我都念两遍 我就倒背物理 那可是我数学 是考不起课 物理都占乎 考 化学他不用讲 嗯 那从小学开始 什么鸡兔同楼吗 火车过蚕洞吗 全部都不会 只要数字 我就不会 一用数字 我到现在碰到数字 还是不会 电话号码 背好几次 还是背不去 那但是有同样的东西 我马上深刻印证 这个就是彩限 每一个人的彩限都不一样 所以 所以他就说 你非常有威尘天分 你不要去管 什么系是有出路的 这个你都不要管 你一定要去读 中文系 所以他开始 因为他对大学蛮熟的 师大国文系有什么 你去教授 还在中文系有两个教授 那你家里穷 你就去读师大 那你读师大以后 你将来一定要再去读研究所 硕士发安 果实发安 将来你一辈子都去做文学工作 你一定有成就 听老师的话 没错 你一定这样做 我当时候 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 我真的是 虽然我知道我喜欢 诗 喜欢作诗 喜欢做一些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前途 人生该为哪一条路走 哪一些有出路 哪一些没出路 那时候我还是很注重的 因此 将来找工作的问题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听着老师一习惯之后 我就完全的了解 清楚我自己 肯定我自己 五点多 中初 我那个老师的宿舍 师大副中的宿舍区 暮色苍茫之下 我眼前一片光景 人生从此平定 再也没有迷惑 再也没有彷徨 三十年后的眼昏痒了 那个影像 就站在远远的地方 清清楚楚 我看到自己 我看到自己 就这样 我就 走着去 天到六个东西 这些多的东西 你知道 一个老师有多重要 贵人 贵人 一个老师 一定要当学生的贵人 不是只有教他 那个专业的知识 而是怎么样 把一个孩子 他的内在 能够 起发引导 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里头 很多关卡 都是因为遇到贵人 那分众人来讲 命 没败 虽然说 生长在穷苦人家 但是 命还是不愁 所以这个 第二个小学 差点放流去 未来成为优秀的农夫 贵人 从小学开始 就第一关了 我到 我们到五年级 五年六年 到四年级 生五年级 就开始要分 放流班 分升学班 那当时升学班 只有一班 那 我家里很丑 那不给我念书 不在升学 所以我就分在那个 放流班 那 到下午大概 可能三点左右吧 就这些放流班的学生就 就自己自习啊 自己去玩 该怎么之类 那隔壁班的那个 升学班 我们来了一个 政科班的师范毕业的老师 年轻的 这个老师后来当个乡长 东史乡的乡长 那他 教的是这个 升学班 那 我很无聊 就 就跑到教室外面 躲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窗下 他听他们上课在讲什么 那就被老师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生的命 很奇怪 就是 一个内在里面 一个很 混沌 懵懂的孩子 可是我感觉 内在有一种 召唤的力量 让我很不甘心 别人在鼓食 在 读书 我去好像比诗干 所以就躲着人家去那 老师 那你去那 你干吗 没有 我在听你们在干 讲什么 那你是不是喜欢上课 那给我补习要钱啊 二十块耶 一个月二十块 那时候蛮大的 那时候二十块蛮大的 哎 哎 那这样好了 你竟然这么喜欢补书 补习会就不要了 你就来上课 哎 这是贵员耶 真的贵员 生理检查要钱啊 报我们要钱啊 我说老师 我没钱生理检查 没钱 报名啊 没关系啊 我给你出来 老师就跟我出来 我就去报名啊 当然我这么聪明 你考就考上了 因为他 因为他 我那个 我那时候是根据你 考上多少学生来 分配保送生 因为那时候 小学有 有名的保送学生 入居令都高 就保送生 我当然争取了一个 一个入居令和 我就考上了 要考上了 读书啊 要学费啊 怎么办 我家里的爸爸妈妈 是很爱我们 但是实在太窮了 说 啊 永远不要读 不要读 不要读 没办法 家里真的很穿 没有钱上理念书 诶 诶 诶 才没过几天 我嘉义的表哥 寄来600块钱 那时候注册费200多 寄来600 那可以赌三个学期啊 那这笔钱 要给表弟 读书的 那为什么我这表哥都这么好 因为我表哥 从小是非常苦的孩子 那么三岁之后 父亲就死掉了 他等到小孩就毕业 他从隔壁村 走路一个半小时 到我家 晚上住在我家 早上三点钟起床 到海岛去批鱼 飘了回去 到那村里去卖 那我想才毕业 十二岁左右来之后 以前还没有这样过日子 所以等于是 因为她是 因为她是 她妈妈我叫她三米 我妈妈是四 所以等于 我妈妈对她有恩 那后来她就到 我家一世去当南北货的 的一个外国人 她薪水不错 有积蓄 听说表弟 好像没钱助成 你看说有恩保恩 她就这样 给了一笔钱 我又上学 又是个贵人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 这一生里面 的的确确 真的是 人 不是一个人活着 不是一个人活着 所以第三点 说我设文史的自由生 树里的低能儿 刚才讲过 就是如此 人生种了一条路 性啊 惠人出现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高中的那个 何老师 唉 我经过很多年后 我自己在文学上 已经相当有成就 你想回去师大学中 看看那个老师 但是 后来打听结果 他好像 我们高中毕业 也过没有两三年 他就离开 因为和一个女孩子 恋爱 那个女孩子家里反对 但是 他就带着那女孩子 就跑到美国去 好像是私奔的样子 跑到美国去 所以我想回去 告诉我那个老师 老师 谢谢你 当年只找我一条名路 我今天 真的如你所说的 在文学上 已经有成就 但是我 遗憾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再见到 那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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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老师 让我真正的认识自己 肯定自己 从此 不疲惑 不彷徨 那我 我的不幸 是生长着 穷苦的家庭 我的幸运 是有着素福 如白倦的父母亲 让我活得像伤害上 一颗小松 失业不浅 自由生长 这父母 也是我贵的 虽然 他们很穷 没有钱 可以去 好好债陪我 但是 他们至少 让我 能够 自由的 去生长 不管 没有就管我 那么 这实在是 也是个贵人 那 说说我的不幸 是生长在穷苦的家 我们那个家穷到 你很难想像 我小时候 常常家里没有命 连吃饭都没有 像邻居去借你 大人不好意思 他就派我去 我说老大 有吗 去他们救你 我会救你 我救你 我救你一定会邀请 好了 那我就做好去借你 三餐当然 以前相较就是 番薯煎 那新鲜的番薯 好吃 但是番薯收煮之后 不可能 吃完 所以大概就搓出一些 晒成干 放到那个糖部里面去 到后来 煮出来 一条一条 比较黑色的蚯蚓 我们以前要吃到白米 只有初一十五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拜这个神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还可以吃到番薯 一番 平常就是这样 一锅 捞番薯煎 饭 一碗 鱼 那鱼就去打回来 还新鲜 假如没有打鱼 就是去买冰鱼 一锅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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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汤 那 所以我小时候没有吃过蔬菜 是养成我后来不太喜欢吃蔬菜 但是从来吃出来又 脸分地带 或者蔬菜做不活 所以以前就是这样子 营养不太好 不然我个子不会只有这么多 我应该会长到一百八十五 结果说长到一百六十 哎 就这么久了 所以 所以 到了搬家到台北来 每个十价都必须要去打工 我跟着母亲在菜市场卖菜 那时候初中的时候 还要学位会秤会算 那卖菜是很辛苦的事情 觉得我一个一点乐趣 就常常有个贵妇 我带着一个看着像女佣吧 那女佣有点阿达阿达的 他们来买菜 那女佣老是直勾勾的看着我 好像我长得很帅的样子 哎 上得有点乐趣 明天会 那个贵妇会不会又带着那女佣来看 来买菜 哎 这个 我当过水移共 挑砖头到 有盖三楼四楼 搭那个竹子搭到那个金子 挑那个砖头上车 做板壶工 把那个板壶的兵要拔起来 然后她会再使用 那最印象最胸口的是 有一次在基隆河 以前的儿童乐园 旁边那个基隆河边去租河子 那时候我才17岁 高二的孩子 然后推那个渡轮车 渡轮车很难驾驭 尤其是在合体里面 铺了一块板子 他一推就倒下去 他被他弓头骂 那骂有什么样 那没办法 还是就把他弓跳 做完晚上回去 躺下去 他们整个我都散掉了 做了大概一个多六半 那天 那个中午回来吃饭 两点多又去上班 我当我一吃完没有人 怎么弄要弹 后来才 公投跑掉了 我做一个礼拜的前例 到啊 公投跑掉了 做到那个基隆河的体验 那边人家还挺正在 玩乐的玩了一些游乐 我们在这里做苦工赚钱 那还赚不到钱 工作还跑掉 那种悲怀 那种心酸 你就会 就会了解 然后 有一年 这个大概是很高二十高章 高二十高章那一年 我在暑假在丹凤银盘口 就是新庄丹凤银盘口 那个地方 那种很一片荒凉 现在全部都盖上忙着了 有个牛皮胶的工厂 一捆牛皮胶200多公斤 然后我泡在石灰池里面 泡转 然后拿上来 用电锯这样切 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种清洗完 放在高温的火炉里面去熔掉 那么做成浆糖 我们吃药的浆糖就得做 早上七点半上工 晚上加班到一点 一个小时两块半 一个小时两块半的工资 做十几个小时两块半 那三餐就是一个小的那个 那个煮东西的那个 那么米熙 那么去蒸午里面蒸出来 他买那个 那个花生米酱菜 就这样吃了 做了大概快二十天左右 有天晚上差不多十点多 我住家做了工作 老板开着豪华的轿车 载着小老板进来寻找 寻到的那边 你看 用卫药证明啊 我说哦 我高中同班同学 你坐在我福利 原来人家是小老板 我是一个小厚人 啊 那要你想想 那个 那个年纪的孩子 有多心酸 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呢 那个厂长管理人 说 你看看像学生 我没有 我毕业了 我毕业了 现在要找工作 有学生打工都给了 但是给我打工 后来在办证 我真的还是学生 不过是小老板的同学 所以他同一科技 那同时进去 有两三个状态 只是我上天就离开了 太苦了 那个共太苦了 我继续把整个暑假做完 那些钱 才能注册完 说那个 那个厂长 后来 骗我哦 你这个年轻人 非常 非常非常苦干 将来一定会有成就 所以 我这样去把中学练完 那那时候 我从小喜欢武侠小说 那看 武侠小说 看了很多 那后来就想 诶 写武侠小说 赚钱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就去问了那个武侠小说 出版社那时候 真上美 出版社跟四文出版社 我就问 那一本武侠小说 要写几张高纸 但是我们用六百字 这个高纸 要五十段 我就写了四册 那么 丢好 那么跟我爸爸讲说 好吗 你现在债瓜来的 元桓 你的建型企业 建筑宿船 台中有一个出版社 我们这四文 一文人卫了两千块 这就是八千块 哎 他说 爸爸用脚踏车 后面 行李架绑着那 四文那个武侠小说 我坐在前面 我爸爸才能叫他 到建筑宿船 那 那时候 海盗下过雨 地上的虚的 到这个 出版社 那时候我看 所有高中生啊 把四文武侠小说 往桌上丢 这是我的出版社 然后转头就暖掉了 哈哈哈哈 过几天 有收到退口 哈哈 就 人生怎么那么心酸 哦 人生写个武侠小说 其实我应该把那 我那统是搬家搬了几次 那个朋友被我丢到那里去 我那 我觉得那 那四文武侠 我说我自己 觉得学得很好 交流到现在 我慢慢知全 有一些出版社 那时候我还会愿意去 这就是我的 穷苦生活 那时候 充满了慈悲 非常慈悲 分析技术 心中很多不平 所以 学校要申请千砍奖学金 需要有个千砍证明 有一天拿了千砍证明 要去给里长带船 里长在我们住的那个前面 他家开的是铁工厂 他那天正在 正在铁工厂正在做工具 我走到里长的旁边说 一六 你那一天拿了 就千砍证明 里长完全没有抬头 我叫了三村 说了三遍 他完全没有抬头 完全不理由我 你知道那种孩子 充满了分事技术 那么穷苦 只是来自理论千砍证明 里长竟然连理我都不理想 内心有落分 你知道很多孩子变怀疼 这个地方是个光卡 我回到家 他那一支那个 那个 常常的螺丝起子 脸色铁精 就出门 我马上这么开门 有没有重要 你也觉得怎么样 没有啦 我来看你一遍 会去杀里长 我妈还停不住 我都要啊 就拿了一解水管 就抓我起来 就叭叭 这个心啊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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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发现没有拿那个 就揍我一动 我就真的就出去了 人在没有灵性当中 我真的会 他背着我 我这个房子 我背后就像插下去 我认真就会了 那一下就会了 因此其实那个年代 我就是正好 总在变成坏孩子的边缘 我可以是未来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 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 遇到黑社会 不过我讲到黑社会 我还是聪明的大哥 我的头脑绝对是非常充分的大哥 人生就是这样 太多光卡了 那些光卡都是病 都是孕 因为那时候孩子 孩子能懂什么呢? 所以我想人生就是如此 所以在那样痛苦的一个孩子当中 我的幸运是有的 我的父母 我爸妈去小学读过 我公学校就是小学 这件事情 我妈妈一个字都不认识 所以他们对大学的科系 读哪个系有错误 读哪个系没错误 他们感不清楚 所以反而好 因为他不知道我 所以他不会帮我 所以我说 我现在要联课 人家说 要去训练 训练 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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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父母好不好 都有中的孩子好 因为我中的孩子 这还被他管 管都能有反复 我们有很多父母 有知识 但事实上 人这个观念 家族观是 其实不对的 大家反而喜欢 去支配孩子 去管孩子 管什么 也不是管他的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要管 他不管 他要考什么 有出路 没出路 但反而不会去支配他 我想 有时候 那反而对孩子 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 我父母 我还是非常感恩他们 所以到书纳去了以后 我就当时候 去理 比较出源的才子 所以我想 我在书纳当个才子 总比我去练数学 去练物理系 去当个 大一词 当个品质 要好 我进入到书纳 因为文学 让我融入中学 很多表现 非常平常 所以一进去 就 哇 就聪明了 很多老师就召见 我从来 听到来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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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诊很高的一个 一个 大一的学生 师座的通道 这个老师照片 那个老师照片 这个跟你摸摸头 拍拍肩膀 啊 然后能力 这样的一个 所以 我 那时候在体会 所有的教育学 最重要 不是你学了什么 专业智能 专业技能 那个固然重要 但 那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人格的良者 很重要 很重要 假如你 所有的 中学到大学 教育当中 你的人格的塑造 就是 从中学到大学 大概都完成了 你这个人的一生 就是那样的人格 那因此在 师大给我最大的 一个学习的成果 不是因为我读了很多 文学专业的技术 就是因为在一个 可以充分去表现我的才情的 一个环境当中 从老师到学长到我的同学 每一个人都在赞美 每一个人都是在鼓励 我的自卑感 从那个时候就渐渐消失掉 我的一种绝对的自信心 可以昂昂然的 站在那里 感觉到这种是定天秘地 想什么 做什么 都充满自信心 这样的一个人格 是从大学 那时候养成出来 这个才是我预生以后 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成果 所以呢 就是在当初的学习里面 就是这样 那么大学毕业以后 我离太平洋 只有五十多地方去教授 但是在花莲运动教授 那时候情商 在大学里面 都会情商 先威力了 放弃考研六手 当时候我们的所长 李莉莹老师 叫招募局 血线局 跟杨光阳讲 一定会我要来六楼 假如他没有来六楼 总是不要来我见我 我就赶快 差一个半月 书拿出来 赶快读一读 就回去考研究学 也是贵人 那么 我人生最大的一个关卡 一九八楼 在高雄师院 在讲台上 躺下去 纠纯观众尊 或者是祝日神圣寺床 回到台北 没有办法睡觉 整个晚上四天 一直觉得窗户 好像是有要进来 那一直醒过来 那我一直 一直浮现一次插个念头 那看各种预生 都没有用 那人生一个大方法 过不了我 我大概最终就报销了 所以 那么就像一个 国产车 高零 车里不知道 但已经过渡磨水 冲着就冒变 这时候 以前贵人出现了 包括当初后 我已经没有想到高雄师院去工作了 那么怎么会到台北 台北要到那里去呢 所以当初后像那个 林神导演的哥哥李子玉 因为非常欣赏我 所以 他是校长的 张建邦的自然团 呃 我想 我向张教长 推荐你 那 由此这个 李子玉 教授 那个时候的夜监部 主任王苏 日监部的主任韩耀特隆 还有前主任复习人 都跑去跟张建邦校长说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人的传 一定要把它拼几 因为当时大家 必须要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我那时候还是博士五年起 没有毕业 所以张建邦就在这些 呃 人的避见之下 就把我 这个 找去 跟我谈论一下 我说 好啦 那就骗你 但是你赶快把博士念出来 那么就 这样我还暂时可以在大家的地方 可以安身立民 度过我最为难的 那个生命的 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一届五我是学过装置的 因为患动病很多人都没有好 那后来我除了短期吃过增淀器之外 慢慢有自己的修养 把自己救回来 那后来又正常 那么读完博士 那么后来从戴江到中央到东华 那么到辅当 以路上 几乎都是有一些学长 像赵孟琪啊 跟到虚啊 等等 他们走在前面 那到你一个学校去 那么就把我拉拔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时候 让我充分感觉了 人生不是一个人 人生是一群人 你的关系里面很重要 所以说 做人 要能够 做到 人人都能够 欣赏你 喜欢你 我想大概就 就可以 就是可以 过得错的 所以第九点 如今 我人生最大的影响 就是成为一个改变 近百年 能够学书史的 关键的学者 我近几年 那么 出了四本书 马上又要再出版一本 我现在这几年的著作 就不断要把五世时代 所建立的那个知识形态 整个做了一个转型的一个改变 那么 我有将近三十本著作 有古典诗 有小说 有赏 有学术的论诸 所以 这个 在这关键时刻 我讲你学术界的同党 连长年 竟然都是贵人 大家共同就完成 人都没想到志愿 那么十月二十一日 在福大会有场 新书发表会 十月二十七日 在东华大学会有新书发表会 那么 会照观你学术界的共同 会整个学术的发展 做一个改变 最后 煞尾 我想做一个结尾 回答一下 我这傻瓜 也能领悟一些人 这个道理 养成智慧 第一个 人生一半是命运 人是有命运的 真的有 一半是自主的选择 才跟性是命 对吧 命不是一个什么 什么莫名其妙的什么命运之神 在之内里不是 其实命就是你天生的那个财 跟你天生的性情 古人讲 性成命定 你的性成的 你的命就是中间 所以 才与性是你的命 寄遇你的遭遇是遇 那么 命是可以自知的 你可以经过自己 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自我认识 知道我的性格 是什么性格 刚强的人 有刚强的性格 适合刚强去做 弱弱的人 有弱弱的人适合做的事情 不要在弱弱的人 去做刚强的事情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 命是可以自知的 可以自觉的 那运是无法预测 运是个遭遇 随许都在变 那不可理解 所以我今天喜欢去相命 我是觉得 好玩一下 可以的 不要说 换个职业 要不要换工作 也就会塔罗牌 换工作 你自己可以判断了 要换不要换 为什么塔罗牌 不懂得 因为运是无法预测 自主选择 必须要先知命 也就是才能够顺群 顺群 顺群 然后接着呢 随运 一五七 随着各种人的变化 用我们的智慧去判断 第二个 先要让自己跪起来 才会失与会有 这很重要 一个人 不要老是到处去求别人 你先求自己 把自己尽量表现得很好 像一棵树 把花开到那种彩蛋 就有很多人在观赏 所以先把自己跪起来 自我表现 不管是品德 你的才能 你的学术 好好去摇清自己 就会吸引很多贵人 来欣赏你 会自动的去提拔你 欣赏你 自爱而来之 自贵而来之 自贵而来之 我因为有贵人 才能够活 做个出色而来 那么我就应该也要做别人的贵人 这是一个回馈 所以我今天 也自从得到那么多贵人 我就发现我这一辈子 也要做很多人的贵人 我的学生 我的孩子 我要做他们的贵人 那么 我不要做别人的贵人 什么是贵人 践踏别人 很多人倒是以践踏别人 来显得自己高贵 唉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那没事 践踏 那明白 那么第三个 做父母师长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 让傻瓜 聪明的孩子 都因为你的启发 所以让我们只能启发 持疑 鼓励 而让他们真正认识自己 肯定自己 让他有足够的信心 智慧 为人生自主 做顺性 事产的选择 在他陷入黑暗的时候 为他点灯 不要每次就唠唠叨叨 千万别自以为是 很多家长总是自以为是 这个好 那个好 这个有价值 那个没价值 这个有出入 没出入 用你的价值观 去支配那个孩子 却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你的孩子 只看成绩大的 他们生活 你从来都没有关注过 我们怎么了解孩子 请各位不要 只是看成绩大 只看成绩大 那就非常危险 从他日常生活的一年一年 各种表现 去感受 了解你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那么引导他 第四 腰补学 终极的目的 是人格价值的洋传 这个他们有讲过 很重要 不是考试成绩第一面 幸好 我读了中文系 我只要去读数学 读物理 那就没有今天了 搞不好就 就变成 所以我在东文系 得到三宝 自信心 创造力 我的创造力 在东文系 可以充分的发挥 到数学期 我大概就变成白痴 真的变成白痴 所以 到一个可以发挥的创造力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养除承认感 承认感很重要 一个没有承认感的人 跟一个人 共事一个 就断一个 共事一个 人生之路越左越窄 传家 我们以亿万财富 而是培养孩子 如何获得幸福快乐的能力 给他能力 不要给他财富 我的传家寶 就是自信心 創造力 承认感 价值 不能以亿万来起 第六 我很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的人生作用力 好理无言 下足诚心 我只做好我自己 做好我自己 十月内就将出版了我一本 《学术读动》 我的秩序 我 因此而存在 其中有这样的话 表示我现在的生活 我可以让他念给各位影响吗 作为这场演讲的下午 一个人们学着 我的生活 在那热闹闹闹闹的人们看来 与生女修饰无益 枯燥乏味 然而我却自己觉得 单纯安详 特在其中 政治权力的争来夺取 股票 房地产 金匠 投资基金的起落消产 经济 景气的同律面外 多少群众会去 饶饶 饶饶 哭哭笑笑 却都在我的文学世界之外 能眼旁观 了然凶 不饶持心 有饭可以保持 有辜可以披风 自由的做着想做 能做得好 乐以做的事 而实现文学理想 旧凡心欢喜 身外的风风雨雨 都让那些自认的 孤风快雨的聪明人去担待 喜怒哀乐 恩怨是非 都是他们的事 傻瓜雨聪明人 所以比较幸福快乐 恐怕收不准吧 我的生活单纯到 只有三房一厅 一室二厂 书房 厨房 卧房 客厅 教室 桌球场 市场 在书房的时间最多 一天经常超过八小时 火车 捷律 也是我的移动书房 古今东外 传统精神自己 现代文学 德学 美学 史学 文化人类学 社会学 心理词 文学研究 以及科普医疗 原理工程 修教等各种大学 无私不足 只要一说在手 就可以了机忘诱 有些五十天之外 由于 为 从台水之战 搭解冰到淡江 大陆去上课 坐下来几分钟 就进入沙克存在虚无的世界中 也不知过了多久 过报双链站到了 我大臣已经从苏州回省 在波县到淡水中站 我还正有沙克对话 竟然没有察觉 必须下车 用原车 坐回到双链 已进台北车站 这样我经历了 或者一次 这大概就是我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满意 尊重的要是 平安 单纯 尤其在这样一个 嚷嚷的时代里面 每天都让你心惊胆战 但是 我 单纯 平安 快乐 这都会儿 确确确认 各位 谢谢 谢谢